这种木材 这么多 哪块最贵最好的 姑娘当真不是客气人 司马先生 与我师父关系这么好 跟你客气 那不是生疏了 这里的木头没有便宜的 只是论何事的话 这块玉龙血木 与六合天一剑 可谓是绝配 看起来是不错 行 就她了 听闻芷燕姑娘 能在梦中可以和仙门主交流 先前不慎在招摇坟前撞了一头 后来她便入我梦 让我给她做好事 也算是有交往了 我 若真是如此的话 在下困有遗失 也劳烦姑娘 有何事 若姑娘 有幸与前门主相见 请代我 向她道个歉 如果在下此时双腿完好的话 应该下跪谢罪 你为何向她道歉 当年剑宠一战 宗门埋伏 如果不是我消息有误的话 也不至于连累仙门主 身死易出 江湖险恶 特别是我等逍遥客 过的都是刀口舔血的日子 在这条路上 没有那个荣耀 不是要拿命去拼的 陆昭遥是文明天下的女魔头 既漂亮又聪明 她必定通晓至其中的道理 这十分话里面 八分九分都是在夸 夸她 赵瑶必定很喜欢你 不过我没再夸她呀 陆昭本来就明了 她中了埋伏 身死易出 是她处理不当 怪不得你 你也别太难过了 不过 你刚刚那句道歉 我会替你带给她的 你也别过去吧 祈祷